沈州12号顺利返回凯旋而归 三名航天员只不返回全过程 相比俄罗斯联盟号飞船 为何沈州12号看上去没有那么挤 中国的载人航天又经历了哪些 中国载人航天未来的前景又将如何 9月17号下午 沈州12号飞船成功着陆东风着陆场 中国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红波顺利出舱 中国三名航天员凯旋归来 也为此次沈州12号的任务 发生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也是中国航天又一里程碑事件 6月17号 搭载沈州12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2号F-12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点火发射 将三名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 很快 沈州12号飞船对接中国空间站的天河核心舱 在长达三个月的空间站活动中 中国航天员共进行了两次出舱活动 并进行了网络直播 吸引了大量观众 而此次沈州12号返回时 同样采用了实时直播的方式 而直播间同样挤满了网友 有意思的是 在网友们纷纷表达祝福的同时 也有人对比此前 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 搭载三名宇航员返回的画面 发现相比较而言 沈州号的返回舱要宽敞得多 而联盟号上的三名宇航员几乎紧挨在一起 显得有些拥挤 那么为何沈州飞船没有联盟号那么挤 我们知道联盟号飞船作为俄罗斯的载人飞船 长期以来也是国际空间站专用的载人飞机 在退役掉所有航天飞机后 美国每年也得向俄罗斯缴纳高额的席位飞 也让联盟号飞船载着本国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决定用载人龙飞船来替代联盟号 可以说俄罗斯的联盟号就连美国人都依赖多年 还是很有实力的 那么相比之下 沈州飞船又如何呢 沈州飞船与联盟号包括美国的阿波罗号 根据技术特点都被定义为第三代载人飞船 这一代载人飞船在舱段结构上有相似之处 大体上分为四段 从下而上第一段为推进舱 第二层为返回舱 美国叫做指令舱 也就是乘坐员返回时的座舱 第三层为轨道舱 或者也叫做使用舱段 用于对接空间站以及乘坐人员 提供日常生活以及开展太空实验的场所 无论是沈州飞船还是联盟号飞船 目标都是将宇航员送入太空 但研制的初衷却又不同 联盟号飞船一开始 起源于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 在冷战时期 苏联为了与美国进行太空竞赛 而加紧研制能提供载人的宇宙飞船 如当年阿波罗号一样 苏联人对待登月的态度 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彰显国力的象征 而缺乏实际考虑 但技术限制摆在那儿 苏联人发现 研制联盟号飞船的空间是有限的 因为必须要携带一个用于与登月舱 进行载轨对接的轨道舱 因此就必须要牺牲返回舱的空间 联盟号的返回舱显得很是局促 而中国发展神舟号飞船 从一开始实现载人航天的零突破 到对接中国空间站 一步步都在计划之中 虽说神舟号飞船的结构设计 借鉴了联盟号 却也在联盟号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神舟号飞船看起来要比联盟号大不少 而且技术上也更先进 考虑到神舟号设计 可以载人独立运行七天 其返回舱也能用于运载实验用品 因此返回舱的体积 也要比联盟号大不少 这样一来 三名航天员坐上神舟12号返回舱 也就不会显得那么拥挤 而经过多次载人航天获得经验 地面工作人员对于 如何在返回舱降落的第一时间 将其搜寻也更加专业 据获悉 此次为了第一时间迎接 神舟12号的中国航天员 着陆场光是空中搜索直升机 就配备了七架 其中指挥机一架 通信机一架 搜救机一架 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机一架 医疗救护机三架 这些直升机都有安装 北斗岛航系统 将现场情况实时传回 位于北京的航天飞控中心 当然中国航天技术 也是一步一步走来 并非一步到位 或许很多人都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说2003年 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航天员 杨立伟 在乘坐神舟5号飞船返回时 打开舱门的一瞬间 满脸是血 面色苍白 后来杨立伟在自己的著作中 也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杨立伟的回忆 他在乘坐神舟5号返回舱返回时 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力 而头盔处麦克风有不规则的棱角 搁上了杨立伟的嘴角 这也是导致杨立伟满脸是血的原因 杨立伟表示 当时正值让他感到害怕的是 返回时的负荷力让他难以忍受 杨立伟一度认为他要牺牲了 好在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 在打开返回舱门后 工作人员帮其处理了血迹 杨立伟也平复了心情 之后开舱仪式又进行了一遍 还有了我们在电视画面上所看到的内容 可见中国载人飞船 在一开始也是受到技术限制 好在这个问题被重视了起来 中国航天部门的工作人员研究后认为 杨立伟感受到强大的负荷 主要是来自火箭的震动 而经过工艺的改进 在神舟6号飞船执行任务的时候 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而在神舟7号后 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 而在神舟12号上 为了进一步保障安全性 返回舱到达距地面10公里高度的地方 之后依次打开引导伞 减速伞 之后是主伞 返回舱乘伞减速下降 这个过程中 返回舱会抛掉防着大底 为最后的落地反推火箭点火做准备 当返回舱距离地表一米左右的时候 反推发动机启动 返回舱下降速度降到每秒2米以下 保证飞船平稳落地 由此可见 中国的载人飞船技术 也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 进入新世纪后 两个传统的航天大国 美国与俄罗斯 开始了新一代载人飞船的革命 俄罗斯的联邦号 与美国的猎户座飞船 对结构进行精简 采用服务舱 返回舱 两舱式设计 并且重量与体积更大 能承载三个以上的乘坐人员 而这一次 中国将不再追赶美俄 而是与美俄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2018年中海航展上 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正式亮相 随即引来关注 据获新 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可搭载七名航天员 这比神中飞船增加了一倍多 不仅如此 该飞船还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 不仅可以载人 还能为空间站运送货物 据获悉 新一代载人飞船 在执行货运工作时 一次性可携带多达6.5吨的货物 同一年 有媒体拍摄到 中国正在进行新一代飞船 返回舱气囊着陆缓冲实验的画面 同时 在德国布莱梅召开的国际宇航大会上 中国代表宣布 中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 正在进行详细设计 很快就能实现技术突破 2020年5月5号 长征5号B运载火箭 成功测试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 这也成为中国航天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据分析 中国的新一代载人飞船 将为未来的载人登月预热 近日 中国著名运载火箭设计专家龙乐豪就透露 中国将在2030年 采用改进型的长征5号运载火箭 实行登月计划 被说在未来 中国将从航天大国 向航天强国迈进 闻学生 部件 将次基本上